2月15日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 在罗兰钢召开记者会 宣布旅美台湾籍侨胞田平春 当选美联盟新一届及第35届轮职主席 新一届执委会正式就职 并开始展开活动 轮职副主席魏林峰 执行会长王素文 徐和生 陈田碧 秘书长张灵云 台湾事务顾问黄威 梁毅大 纪律委员徐忠 王中平 执行委员王上九等参加了会议 美联盟新一届轮职主席田平春表示 美联盟将立足当地规范会晤 发扬联络其他地区和入道交流取得的积极成果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 进一步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的优势 扩大与台湾岛内和当地的年轻一代的联络 做一个中国的捍卫者 做祖国和平统一的促进者 做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祖国的整个的所有的主权跟土地 是完全不可能分割跟独立出去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定尽了我们一份的心力 即使是一个螺丝钉 我们要摆在最适当的位置 为祖国尽一份最大的心力 依据美联盟章程 美联盟实行轮职主席制 原则上按加入美联盟的时间 没有担任过轮职主席者优先 每半年轮职一次 换届日期2月15日和8月15日 轮职主席至多连任一次 任期总和不得超过一年 每个正式成员都会被轮到 根据美联盟章程第五章规定 任职期间 轮职主席仅为联盟及执委会召集人 对外代表美联盟形象 这一次抗击疫情的时候 台湾的同胞 还有我们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这些同胞 我们完全一心 我们携手并进 台湾同胞目击了很多运用口罩 他们就通过大陆的同胞 就是说通过大陆的这边的渠道 运回中国运回祖国 所以看到这些呢 我心里也非常的感动 也会把这个秘书长的工作做好 谢谢大家 美联盟的民意主席是大陆前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常务副会长唐淑贝 和台湾前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徐立农 华夏电视台记者罗兰刚采访报道 华夏电视台 1999年成立于洛杉矶 覆盖美美华人世界 8000多小时的庞大片源 24小时的全天后播出 带给你与众不同的视频享受 从经典影视到时尚萤幕 从传统剧集到现代精品 这里有最全面的武侠经典 这里有最丰富的影视资讯 华夏电视台网络中国当年明星 重蓝华语影视世界